黃醫師 你覺得你過來做得好嗎 我覺得我等於也沒有做月 你也沒做啊 對對對 因為其實因為我小孩子生出來 是有狀況的 我說過一個放在 臺北長庚的加護病房 一個放在林口長庚的加護病房 然後因為我是生雙胞胎 也是剖腹產 所以剖腹產之後 第三天 就是我前夫跟我就說 那要不要去林口長庚看小孩 那我就說好 我現在印象很深刻就是 所以三天後你就起來動 對 就是一般產婦可能剖腹產 就是不太能動很痛 可是我是為了要去看小孩 那我去看小孩是 我想說如果我現在不去的話 會不會有一天我就看不到他 所以我一定要下床 然後我就坐輪椅 其實我們本來是好好的女生 其實坐輪椅也滿挫折的 就我沒有辦法自己走路 然後就推到這個下面 然後要坐上車子 你要從輪椅下來 然後在不是高的車子 就是低的一般的車子 要坐上去 每一步都非常的艱辛 然後那年的冬天 是我覺得最冷的冬天 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樣 其實我們也都有穿衣服 可是那個冬天的那個冷 你產婦剛生完 你就覺得外面很冷 我覺得你很虛弱當時 對 就是很虛弱 然後就去看 然後所以其實沒有坐月子的理由是 你就是每天我啦 就是要跑醫院 那跑醫院的理由是因為我前夫覺得說我是醫生 然後又認識他們 本來就認識 然後可能要聽病情的講解什麼 比較能夠互相溝通理解 對 那只是說我 我覺得我在我人生中 很少去跟別人講說 我坐月子的時候怎麼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還可以抱怨自己 或者是回想說自己坐月子的時候 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吐血的事情 我覺得相對都還算幸福 因為其實我對於我坐月子 到底坐了什麼月子 吃了什麼餐 其實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因為心思都在小孩身上 對 心思都在 而且後來其實我也不會像我媽媽一樣 在我面前一直講坐月子的事情嘛 我就說 因為我也從來沒有在我的小孩子面前 講過任何一句說 媽媽生你的時候很辛苦 然後我怎樣怎樣 因為在我的腦海中 其實沒有什麼印象 那我只有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要從這個台北長根 去林口長根看小孩的時候 我前婆婆也說要一起去 其實我們根本不想跟她 同一台車子去 但是沒辦法 因為關係很差 很討厭她 她完全不想跟她坐同一台車去 然後想說你也不是沒有其他車子 但是就要坐同一台車去 然後在那個車子裡面 我有講過嘛 就前婆婆就一直念我一直念我 然後念到我 念你什麼 就是念說可能早產啊 那別人的子宮都是好的 就只有你的子宮是不是 對 就是類似那樣的話 然後就是那種不理解不支持 然後還責怪 對 因為我們是二十七週早產嘛 極低體重就是狀況都不好啊 然後所以真的是 你在一個狹小的 所以我的月子的記憶 就是那一趟車程 那個高速公路 然後婆婆一直在那邊睡念 然後搞不好老公還幫嗆個一兩句 然後那時候瞬間真的很想要拉開車門 要跳車 還有 對 只是說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不行了 我等一下要去醫院教父母奶 因為其實大家都還可以抱怨說 這個奶 擠奶很痛 可是我們是變壓力很大 大到變成一個無奶之人 就是那你又更被抱怨 你已經早產了 然後你已經說被說子宮差 那你還擠不出奶 就是說我們那個人生是很黑暗的 然後就想要 後來是想說自己還有一些責任在 然後還有就是產後就是說你一直吵 然後其實你也會想要從這個二樓 不然不然我跳樓好了 其實真的也有想過 只是我就會想說 你想過要跳樓 對 我想過說我要去跳樓 就真的 可是我自己因為 那想過要跳樓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日子過得很不如意 然後其實我覺得那婆媳壓力 那個衝突真的是太大 那種就是說你被無視 被討厭 被針對 然後你在那個家整個都不對 想說不然我去跳樓好了 只是因為我是剛好是當醫生的 我想說從二樓跳下去好像不會死 可是他們家好像最高只有五樓 好像也不會死 就是說你還要去想說 因為我覺得主要我跟大家的差異是 我會去想結果 我當然有這個想法要去做 可是我如果這個結果 我想到了 我不能承擔 我就是不會做這個決定 那我如果跳下去 我半生不隨 那我小孩子怎麼辦 對 所以後來才沒有做 那你幹嘛你做月子中心 沒有 我只有去半天 我前夫就說你小孩 都放在醫院裡面 你又沒有人家做月子中心 是說產婦可以休息 然後小孩子給他們雇 才值得那麼多錢 花那麼多錢在月子中心 那如果你在這邊吃的話 不如你就回家吃月子餐就好 所以其實我也很羨慕 就我這輩子能講的就是 我最羨慕能夠住 去坐月子 住月子中心的 是嗎 對 對 對 那你覺得你說你沒做到未來 對你的身體有影響嗎 其實我覺得加減可能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這一點女生還是要自負責任 因為如果你覺得有影響 你就剛好就是可以在自己身體健康上多注意 所以我其實反而不會去抱怨說 我就沒坐月子 我們就坦承沒坐月子 可是我們就會去吸收好的觀點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的病人嘛 比如說我有那個八十幾歲的 那個老婆婆的病人 也是來看眼睛跟我講的是 他坐月子的事情 他說我坐月子也是 很討厭我那個老公 然後我跟你講我也受不了 很熱 我都要喝汽水 我一定要喝黑松汽水 也有這樣子的病人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因為他活到八十幾歲 我們就如果你真的關心身體健康 我一定會問病人 就是比較年長 我說你都吃什麼 我自己說都吃菜吃 我都喝黑松汽水 就吃冰淇淋 坐月子就吃冰淇淋 也有這樣子的 你又吃到八十塊 對 那人家都這樣子的話 我們 黑松汽水 對 泡片也不錯 真的 我還有一個病人 他說他只喝黑松汽水 然後他都沒白內臟 我覺得 九十幾歲了也沒白內臟 這應該沒有關聯吧 但是你就會 你如果內心過不去 你就從別人身上 可以鼓勵你的例子 你就得到 然後就活下去 是 請教一下這個李醫師 為什麼一定會有 產後憂鬱症 其實我們有統計啊 大概有七八成的女性 在產後有出現 短暫的情緒低落 七到八成很高 對 很高 其實大概兩個禮拜之內 會慢慢變好 他就是會不自覺的覺得 好像自己可能 沒辦法照顧小孩啊 會覺得不自覺的情緒 又低落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沒有什麼原因的 沒有 沒有原因 對 那個就是因為 我們大腦裡面的那個 一些像是 Serotonin 就是好的神經荷爾蒙的 低落 然後加上我們的 產後之後的荷爾蒙 積蓄 比如說黃體素啊 雌性素都降低造成的狀況 對 但是有些人呢 大概有一到兩成人 直接真的就變成 憂鬱症了 就變成產後憂鬱症 他可能就會到 嚴重到說 他覺得他做什麼事都不行啊 然後他覺得小孩子 留在這個世界上很可憐 他帶著孩子一起走 對 那像玲玲這樣 他們打一架啊 對不對 奶瓶丟一丟 是不是氣球發洩 其實趕快有這樣發洩 比較好 我最怕就是那個 什麼肉不說就直接跳 都不講 都不講 所以沒有人知道要怎麼幫他 也不知道他發生狀況 是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